娱乐圈内有一句不知名的传言 要粉就粉女明星 人美善良重视野 这是因为男明星踏放频率之快 都让粉丝们麻木了 不过也不是说粉女明星就能全保平安安稳 经常在网络上放瓜的狗仔爆竹 某S型女明星的劲爆经历 与三位男顶六发生过关系 当还当小三跟男演员玩剧组夫妻当 此消息一出引起网友中毒讨论 毕竟娱乐圈内性S女性的海星蛮多的 比如宋祖儿宋艺宋倩沈梦辰等 更离谱的是连宋丹丹私情高娃等老演员 都被搬出来溜了一番 不过狗仔还爆竹 该女明星名字是三个字 曾和Z型男明星踏规一场正经恋爱 与已经结婚的二子男鼎流做了剧组夫妻 这不由得让周投网友目光聚焦到了宋言飞身上 宋言飞曾与陆寒一起拍过电视剧 和李献私下玩过非凡运动 和王一博更是传过不知道多少维闻 更为重要的是 当初宋言飞和张一山被爆出过谈恋爱 此时一出更是让网友们 对张一山的观感瞬间下降了不少 现如今没有实施证据 还无法断定这次的瓜究竟在谁身上 但是娱乐圈中的证据确凿的女海王可不是一个 一 假情 说起这一位女明星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毕竟当初的她本就不温不火 没什么名气 现在也已经被娱乐圈逐渐淡老了 就算是参加了回锅肉节目 成风波浪的姐姐都没有掀起半点水花 她就是假情 2005年 假情参加东方卫视歌唱类真人秀节目 我行我秀 正式进入演艺圈 这个选秀节目 薛之谦 刘伟和张杰等人都曾经参加过 假情和薛之谦正好是一届出道的 假情演过很多电视剧 最出名的作品有战火中的青春和少年四大名谱了 大概比起假情的演艺作品 更出名的是她富二代说割机的称号 最出名的应该是假情与伤害小王子勤奋的恋情 当初勤奋曾经因为撞碎了价值2500万的号车上过新闻 当日假情就发了黑色星期二的动态暗示两人的关系 当时王思聪还曾给假情评论过安慰她 暗示装饰事件是秦芬为了见假情召集之下犯的错 这一举动更是证实了假情与秦芬之间的关系 毕竟当时的王思聪和秦芬玩得还不赖 假情还曾与吴奇隆传过恋情绯闻 两人也的确被曝光过剧组夫妻 拍摄《盛唐风云时期》有不少绯闻 不过这都是在刘诗师与吴奇隆结婚之前的事了 更加劲爆的是 假情与王立坤的隐婚老公秘密照流出 假情与这个隐婚老公在王立坤隐婚之前就在一起了 不过可不是简单的柏拉图恋爱 看露出的照片就知道两人已经滚过床单了 在与秦芬分手后 假情并不打算将自己的余堂缩小 而是又将目光转移到华晨公司集团的公子齐佩文 二人被拍到地下车库吵架 假情凭借自己高超的恋爱技巧哄好了公子格 不得不佩服她的手段 二陈一涵 乘风破浪的姐姐最新一季 大家都看过了吧 陈一涵与许京运的小考仪式 可谓是让陈一涵的口碑在节目里彻底崩盘 不过陈一涵可不止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自己的口碑败坏了 当初陈一涵可是被台湾媒体爆出过 曾谈过47个男朋友的女明星的查理绯闻 网友数量之多令人打点眼镜 毕竟当初在大众眼中 陈一涵可是清纯靓丽型的美女 当然这个消息被陈一涵澄清过了 不过她的女海王头衔却是摘不掉了 陈一涵恋爱经验丰富道 如果一个一个系数过来 可能一天一夜也无法捋清楚 陈一涵几乎每进一个组 都会跟合作男明星传出绯闻来 比如陈一涵在与周一鸣拍摄痞子英雄时 就有一段暧昧绯闻 两人在剧组里拍吻戏文的忘我 连导演的咖都没有听到 直到两人尽兴后才慢慢分开 周一鸣更是高呼赚到了 要知道当时的周一鸣可是跟大S打得难受难分 现如今却在剧组与陈一涵如此你弄我弄 更是私下与陈一涵一起吃饭逛街 完全是热恋期男女朋友的状态 不过陈一涵也不是在一根草上吊死的人 剧拍完后就拍拍屁股 跟周一鸣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了 不仅如此 陈一涵更是在采访中口出狂言 说自己常常邀请前男友们 一同组团出国旅游玩耍 这话已经足够惊人的了 没想到陈一涵还继续说 他的前男友可以组成篮球队 而他的目标可是组成前男友足球队 当然没有一个人会当众承认自己的烂情 陈一涵也是 陈一涵说自己不会重叠他恋爱 只是对恋爱比较看重 世界上接得比较紧怕了 至于大众想不相信他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陈一涵不仅是个海王 更是个高端位绿茶海王 这就要追溯到他与贾经文之间的纠葛了 当初贾经文宣传自己新书的时候 不少名媳为贾经文宣传 当时陈一涵也发了动态 但他的发文与其他明星截然不同 陈一涵的动态里出现了 不应该在宣传新书时出现的修杰凯 而且陈一涵所发的图片里 他的行为举主完全就像是 他与修杰凯才是一家人的感觉 这不禁让人感到不适 纷纷指责陈一涵的越界 更耐人寻味的是 明明是为贾经文宣传新书 陈一涵却没有爱特贾经文本人 反而爱特了他的老公 陈一涵本人在采访时说 自己与修杰凯关系较好 更是常常以妇女相称 这让在场的媒体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纷纷表示 真不愧是陈一涵玩得真的蛮大的 这件事最终还是贾经文出面 才摆平了大家的议论 真是为贾经文有这样的朋友感到憨眼啊 陈一涵如今也已经结婚了 他发挥着自己女海王的手段 将自己的老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陈一涵的老公在生活中 无畏不至地照顾他 对于外界的传言充耳不闻 全身心地信任着陈一涵 看来其实是受心结婚的海王 在婚姻里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玉夫术 这不禁让人赞叹陈一涵手段的高潮 三 肖亚轩 这两位女明星的海王称号还是没有那么出名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明星 才是娱乐圈公认的超级女海王 没错 说的就是肖亚轩 肖亚轩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桃原市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歌手 她的作品曾经火避大家南北 试问谁能没听过她的爱的朱大哥呢 当然肖亚轩除了作品火 她的情感事更是火爆 被不少少女封为恋爱珍宝 肖亚轩更是有着恋爱天才 女版王思聪之类的称号 与其他海王不同 肖亚轩并不会对自己的恋爱观念和行为 藏着掖着 反而大大方方地弹露出来 肖亚轩与其他海王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一句传遍娱乐圈的话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 但肖亚轩的男朋友可以 我从来不把数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里 谈恋爱和约会都没有什么丢脸的 嫉妒别人谈恋爱才丢脸 瞧瞧我们女海王肖亚轩的发言 不过这句话还真不是肖亚轩随便说的 要知道肖亚轩现如今已经是不如40岁的阶段了 但是方言望去 他出道之间谈过的男朋友 真的没有一个是25岁以上的男人 而且肖亚轩的海王行为可不是为做学术打击 让自己地位提升 肖亚轩单纯只是为了养眼和修身 他谈过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外观裂藻的长相 相反都帅到了天际 比如和出演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王阳明 出演过最后决定爱上你 和美人违见白子玄 还有被暴吸毒的柯震东 肖亚轩的爱情保险期并不长久 几乎都没谈几年 就一个种理由分道扬镳 在恋爱期间 肖亚轩各位是一个严厉女教头的形象 就拿最近的一个小鲜肉男友黄浩来说吧 在恋爱期间 为了让自己小男友变得更有实力 肖亚轩为其抱了无数计求班 每天还催促黄浩恋琴做功课 甚至还把小男友逼到吐血进医院了 这让肖亚轩也感到了心疼 人们都说 这次可能是肖亚轩用心最深的一任男友了 可能是海王要收心了 不过两人还是在2021年的时候宣布了分手 当时肖亚轩发文称 两人因为三观不合选择离开彼此 放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过有网友猜测 该不会是因为我好后马上就26岁了 超过肖亚轩的规定才被帅了吧 肖亚轩几乎是将年轻帅气的鲜肉 全部收入囊中 这极优的质量可谓是超高至极 也难怪被网友调侃铁大的肖亚轩流水的帅鲜肉 我们称为潮洒小姐肖亚轩 确实名不虚传 这让众多女生不得不感叹一句 要是能重来我要当亚轩